各位朋友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早晨 今天我们看到恒新智数出现一个低距离的情况 但是低距离之后它有一个快速向上攻击的状态 力道还可以的 现在慢慢拉回这个平均的附近 其实我们看回整个智数型板块的过股也好 主要今天都是医疗股和科技型股票它有所表现的 所以整理这个市场的话 其实这个市场表现出来是有一定的坚硬性的 整理性的市场不是很想跌的一个情况下的出现 所以我们看到整理性的资金是一种分着来 玩着分着来伦敦地向上行的一个过程 在后期能够继续向上攻击的话 再提回大型科技股的走势 例如98也好和70也好 他们的走势决定着恒新智数 能否说继续向上行出来 或者他有没有机会去攻击17000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去看他们的一个表现 另外一方面 最近轻能源的一个方向 其实在我们的市场里面 可能有比较多的消息的一个刺激 轻能源的话 其实也有点过股有所向 有些股票还没升得很多 例如1999 依然还是提议他应该有空间 去走一走的一个机会 其他以中心国际对比较的这些 半导体科的研究结果 其实他的中长线也是没什么提高问题的 这个我们之前的视频 也有跟大家做一个表述的 好 那么今天大概跟大家说一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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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